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您可否晓得 台湾很多钢筋混凝土建筑使用寿命 都只有短短30年左右 结构快速弱化 被迫拆建等 并常有掉落杂伤行人的相关新闻报道 如果你不想买错房屋困扰下半辈子 就请耐心看完以下影片 台湾目前购买粉丝土 大概都以最低价为优先 那最重要是粉丝土没有标示成分 造成所有的建筑 它的耐久性都在30年左右 这是非常不好的现象 只要把粉丝土 所有的成分标示给消费者知道 那房子的耐久性 可以提升到100年到120年 所以我们推动粉丝土 中的砂石补材 要分几分类 适才适用 建商购买混凝土时 没有要求成分配比 及砂石来源等级 只会造成劣币逐粮币的现象 混凝土一定要用最好的砂石 才能盖出耐用百年的房子 每件瓶只多花300元 不只保住安 又能为子孙省大钱 花莲高山比平原多 河川前台湾省最多 那花莲的河川都是从高山崩塌 把石头冲到下游 把最不好的风化的材质都磨掉 留下最坚硬的材质 工会将瑞穗以北 利物溪、木瓜溪、寿峰溪、花莲溪溪岸 花莲大桥上游到马泰安会流口 万里溪、马兰沟溪等七条河川 列入一级砂石原料区 于官网公告 为避免造成污染 并遵守政府的管制 提供自动洗车设备 供砂石车出入使用 此外,砂石车进入装载时 也需先进行空车磅秤 它各种石头参在一起 因为它风化全部磨掉了 这个如果作为混淆土古材 它可以盖公共工程 它可以把房子耐久度推向一百年以上 将砂石进行分级、分类 品质较好的 用来作为混凝土古材 房屋基础、铁道路渣等 至于较列等的砂石 可以做路基回填的原料 由河川开采至工厂加工 砂石都会经过严格的检验关卡 花莲砂石工会 也成立一级砂石检验室 并委由第三公正检验公司 每天取样回检验室 他们会进行各种检验及筛检分析 确认砂石品质符合中央标准的规范 确认砂石品质通过标准 才会开立一级砂石保证书 台湾的河川砂石几乎销售困难 那每件瓶就差三百块 你就卖不掉 希望透过这个节目 让所有的消费者或是政府官员 或是立法委员赶快行动 混淆土一定要标示成分 比较食安比较食品 标示给消费者知道 再来建筑住宅混淆土 它的施工法 政府要列入监管 北北基混淆土用砂石骨材需求量约1500万公顿 每年自大陆进口1100多万公顿砂石 其中台湾混淆土龙头国产实业就占了近600万公顿的数量 大部分作为混淆土砂石骨材 所以北北基住宅一半以上都会使用到大陆进口砂石 只有少部分建商及公共工程指定使用品质优良的台湾河川沙石 作为建屋用混淆土骨材 为了您的权益 为了保住安 购物时必须要求建商标示混淆土所有成分配比 及其中83%的沙石来源等级 好的材料住得安心 为子孙省大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